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3天 梅西成为了欧冠历史单场22传的最年长球员 最近三场欧冠比赛 梅西贡献4球3助攻 本赛季各项赛事出场16次已经打出11球12助攻的数据 据统计 他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首位进球和助攻军上双的球员 在欧冠层面 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 比C罗多7球 而在欧冠总进球数上 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 现在跟历史射手王C罗只剩11球的差距 C罗的欧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 大巴黎提前一轮出现 他们在只剩一轮的情况下领先本菲卡4个竞胜球 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伯努奇后点铲射空门得手 尤文扳平1比1 梅西外脚被撩射破门 大巴黎1比0领先 第31分钟 姆巴佩几乎在同样的位置搓射破门 大巴黎扩大比分至2比0 第34分钟 梅西助攻内玛尔破门 大巴黎在短短16分钟内连进3球 3比0领先 第37分钟 阿奇利任一球助攻赛克扳回一城 海法马卡比仍然落后1比3 第43分钟 接应姆巴佩的传球 梅西在湖顶位置冷静扣过防守球员后远射破门 大巴黎半场4比1领先 第49分钟 赛克投球破门完成没开二度 海法马卡比8比分改写为2比4 第63分钟 阿什拉夫右路传中 姆巴佩再次拉出一记弧线球 大巴黎5比2领先 第66分钟 内玛尔左路溜底线船中 导致哥德堡打进乌龙球 大巴黎6比2领先 第83分钟 梅西道三角回船 索莱尔跟进抽射破门 收获在大巴黎生涯的手球 同时帮助大巴黎锁定7比2的胜局 第4分钟 梅西道三角回船中